哈囉大家好,自從上禮拜我發了消毒液的影片之後 問題真的是如雪花般的飛來 其中有一個很大宗的問題就是關於這個 口罩的消毒 在台灣的朋友們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台灣的口罩還算不於匱乏 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口罩已經是完全買不到了 但因為口罩短缺的關係 就有很多人雖然說是在醫院工作 但是是完全沒有口罩可以用的 這時候就會很多人開始想要把這些口罩消毒重複利用 但很多人用的就是這個電鍋乾蒸法 但是呢,如你所見,電鍋乾蒸法是有可能毀了你的口罩的 比方說這個是我朋友的朋友的N95 然後這個是某藝人上傳的口罩禪師 那麼現在網路上有各種消毒口罩的方法 到底有哪一些是你可以用的呢? 其實坦白說這方面的研究並不是非常的充分 因為在今年以前,口罩並不是一個大家會建議你重複使用的東西 一直到今年才有這個需求 那麼我今天的內容呢,主要是根據史丹佛的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呢,主要是告訴你 不能夠用酒精或是任何次氯酸水 或是任何的漂白水 各種綠的產品都不能夠拿來消毒口罩 那麼到底是為什麼呢?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首先呢,不管是這種外科口罩或是這種N95口罩 其實他們的結構都是非常類似的 他們都是一個三層的結構 包含一個吸水層,一個過濾層跟一個防水層 那麼第一層這個吸水層呢,主要是吸收你吐出來的蒸汽 所以原則上是一個讓你比較舒服的設計 它其實是沒有任何殺菌效果的 那麼第二層呢,就是這個最重要的口罩主體 過濾層 這個過濾層大部分是由聚丙烯所製成的 當然原則上就是一個很致密的濾網 那這個很細小的濾網可以隔絕其他一切的粉塵 包括細菌跟病毒 那麼什麼是N95呢? 其實很多人都會誤以為N95指的是這個口罩的形狀 長得像這樣 其實N95指的就是這個過濾層的Efficiency 就是過濾層的效率 它是由NIOSH這個組織所制定的 證明這個口罩有95%的過濾效率 這個效率呢,原則上是越高越好 所以如果你有買到什麼P100 原則上它是比N95更好的 那麼前面這個N呢,指的是它能夠過濾的粉塵 不能夠是油性的物質 這個主要是用在一些石油炭刊啊 或是你刷油漆啊,做工程要用的 跟我們一般抗絕病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還是能夠買得到口罩 不管是N還是R還是P 都是可以拿來隔絕病毒的 那麼最後一層呢,就是這個防水層 不管是N95的這個表面 還是我們一般外科口罩的這個表面 你摸起來都會覺得它有一點防水對吧? 這個防水層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為了避免外面的水噴到我們的口罩裡面 所以有一個阻絕防護的效果 那麼除了防水層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靜電塗料 靜電可以防止灰塵或是病毒細菌沾染在這個口罩上 那麼如果我們今天想要讓口罩可以重複再利用的話 其實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當然就是口罩本身的形狀必須要維持住 口罩的形狀維持住了才能夠好好的隔絕外面的空氣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它裡面的過濾層不能被破壞掉 這個過濾層呢,其實長得就很像是不知不釀 有非常多纖維膠雜在一起 如果纖維溶解了或是被破壞了 它過濾的效果就會變差 那麼第三個呢,就是它表面的防水靜電層也不能夠被破壞 不然髒東西就很容易沾到口罩上 那麼到底為什麼連政府都推薦的電鍋乾蒸法會把口罩給熔掉呢? 首先我們剛剛有講到,口罩的主要材料是聚餅錫 那麼聚餅錫的熔點理論上雖然說是在160度 可是它畢竟是一個聚合物 也就是說它的熔點不是絕對的 品質比較差的聚餅錫的熔點大概十之八九就是比160度還低 那麼電鍋這個東西呢,看也知道它並不能算是一個非常精密的儀器 所以電鍋本身乾蒸的溫度其實是可以介於100度到170度之間的 只要電鍋的溫度高於口罩的溫度,口罩就會被融化 那麼如何避免這件事情呢? 電鍋溫度最高的地方就是在它底部或是它兩側的側臂 所以其實只要避免口罩跟電鍋有直接的接觸 你還是可以用電鍋乾蒸的 那我會建議大家呢,把這個碗倒扣過來放在電鍋裡 然後把口罩放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避免口罩被電鍋給融化了 然後再來是史丹佛的這個研究呢,告訴我們 那麼如果電鍋蒸口罩是有可能把口罩給溶解 那我又不能夠用一般的酒精噴口罩的話 我應該怎麼辦呢? 現在網路上流行的大部分有四種說法 包含剛剛史丹佛的研究所支持的這四種不同的方法 都是證明殺菌有效的 但是其中兩種我非常不推薦大家在家用 第一種是水蒸氣法 第二種是殺菌劑的噴劑或是蒸氣 比方說雙氧水的蒸氣等等 那為什麼這兩種不推薦自己在家用呢? 因為水這個東西弄個不好的話 你就會破壞它表面的靜電層 這包含任何的殺菌噴劑 就算它不是酒精不是過濾酸也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並不是非常推薦大家使用蒸氣法 或者是任何的殺菌噴污去噴口罩 就是只要把口罩弄濕的方法我都是不推薦的 因為很容易破壞它表面的靜電層 如果你們醫院有提供專業的蒸氣消毒器材 那可能可以 但是如果在家用自己的電鍋啊什麼之類的 是不太好的 這也是為什麼政府會推薦大家電鍋乾蒸 不能夠加任何的水的 再來另外兩種呢 就是如果你家有器材的話你可以嘗試看看 一個是紫外線照射 另外一個呢就是70度的乾熱法 這個70度的乾熱法呢其實主要的原理就是 利用高熱把病毒的蛋白質給變性 所以呢你其實可以用任何能夠提供熱源的東西 比方說吹風機電鍋烤箱或者是烘衣機都可以 但是呢就像史丹佛這個研究表示 它其實並不是非常推薦大家使用家裡的烤箱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把口罩戴進家裡的過程 你就有把病毒散到家裡面的危險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烘衣機裡面 就有可能散的衣服到處都是 你用吹風機吹就有可能吹了它到處都是 所以其實把口罩戴進家裡面 某種程度上是有風險在的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沒有選擇 一定必須要重複消毒利用口罩的話 我目前看過我覺得最有道理的方法啦 是有一個醫生他會把口罩放進紙袋裡面密封起來 然後他帶回家之後呢他會利用烤箱消毒 使用烤箱消毒的時候呢 只要注意烤箱的溫度是大於70度 但是低於170度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呢當你把口罩在烤箱裡面消毒完之後 我個人啦我會把烤箱的溫度重新再調高 用高溫消毒烤箱一次 避免有任何的病毒殘留在烤箱裡 進入到我們的食物之中 目前呢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這個病毒可以承受70度C以上的高溫的 因為一般的蛋白質變性溫度大概在60度上下 所以把溫度提高之後重新消毒烤箱 應該還算是一個安全的選擇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喜歡的話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